請張豐騰議員及成名者議員聯合執行 開始 主席、副議長、市長、各位局處長 今天有我們贊贏政學禮、鄧麥田鄉親來到現場 現在在彭坪市 來,大家提示桌上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市長報告一下 這個晉雪禮、冬月店這個地方 大概是在左營區公所及左營分局後面 在左營國小圍牆旁邊 由石建路上有一條航子立去 大家是在那裡 今天來的鄉親 有很多都是八十幾歲的先輩 他們其實住歲寒 在昭和十五年 民國二十九年 就住在那個地方 住了七十年 他們住的時間 我們比國民政府齁 來到台灣的時間更多 這個七十年 國民政府三十九年才來 他比國民政府來的時間還要長 但是 歷經了日本政府 歷經了國民政府 結果 一而之間 他們自己住的地方 變成政府的土地 而且 他們現在還要向黨罪說 無權占用 然後侵占公有財產 還要被追繳 所有補繳的租金 所以今天 我們的鄉親 希望祝我的總之孫 鄉市長來認真 首先我要感謝財政局長 財政局長願意陪我到冬月店那邊 跟我們鄉親做面對面的溝通 非常肯定 也希望後面能夠繼續來替這個歷史問題來做一個解決 好 下一頁 這個地方 跟市長報告 去年在選舉的時候 我的朋友 有一次車 從我離去這個政行里 從實踐路進去 其實這個地方 車子進不去的 是要人走進去 路非常非常小 是洋場小境 那這個地方 消防車也沒辦法進去 其實它裡面 如果說發生火災 或者各種的安全問題 其實是非常讓人家害怕的 那其實我會覺得說 我在選舉的時候 會發現說 奇怪 我們高雄市 競年還有這種的地方 我感覺說 奇怪 這個我們高雄市 雷市指甲市還有這種地方 那當然這個地方 我們財政局也曾經想要 努力的解決問題 財政局 曾經想過 希望透過 都市更新的方式來解決 但是居民都反對了 為什麼會反對呢 第一個 土地所有權 不是他們的 他們沒辦法得到補償啊 如果都市更新的話 等於是把他們趕走 那所以 這個 對他們來講 是非常不公平的 這 過去的這一兩個禮拜 我為了要替他們還原一些歷史 我們服務處的所有助理 還有我們感謝地震局 地震局的男子地震事務所 然後跟著我們 都在扮演柯南的角色 我們把過去的地級的登記的歷史 七八十年前的歷史 歷史資料把它調出來 然後去看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我這裡可能跟大家來講 這當初的這個整個的歷史的過程 下一頁 其實齁 這過去齁 這起源於齁 原來這些鄉親 這些鄉親 都是住在土地園 當初土地園 日本人要去軍港 土地園的人齁 都叫他們拔 拔有很多地方拔 還有他們齁 他們是那時候 把點子頂 四層的地主 派幾個代表 那時候有四個代表 去把點子頂四層的地主 去賣這個地 這是在昭和十五年 民國二十九年的一月一號 買主包括吳沙跟蔡柯 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好這個是我們調出來的 在七十年前的這個買賣契約書 日本時代的買賣契約書 然後你看 這個四個真性的地主 曾婉植 曾榮 曾婉吉 曾大 然後賣給蔡柯 下一張 下一張 這是賣給吳沙 是當時的這個買賣的契約 所以他們就買了那塊地 然後在一月六號的時候 下一頁 一月六號的時候 就是隔了六天 他們去登記的移轉 把這個土地的所有權 移轉給蔡傘 蔡柯 蔡振天 蔡連森 無殺無緣 整六個 六個人代表 把移轉給他 好 那其實 又隔了一年 昭和十六年 也就是民國三十年的時候 這個土地突然被登記 移轉給高雄市政府 那其實這個過程 變成一個歷史公安 那有很多鄉親 他們完全不知道 他們住在那裡 住了七十年 他們也不曉得說 他們為什麼那個土地 會被登記成高雄市政府 好 好 那 那個地方 我們看他 下一個 那個土地登記的那個 那個下頁 好 我們看他原來的土地的登記 在原來的所有權 是在 隔壁甸這四個 四層的地住 好 在這個 昭和十五年 民國二十九年的時候 他登記給這個 吳莎 蔡柯啊 幾位 可是到了昭和十六年 登記為這個 這個 高雄市 然後呢 這個 原因是 買賣 可是 跟市長報告 這個 這個 朝二十六年 民國三十年 還是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 沒有所謂的高雄市 日本時代 只有高雄州 高雄州 鋼山 鋼山駿 佐银庄 那個地方是 高雄州 鋼山駿 佐银庄 是這個地方 那沒有所謂的高雄市 所以有很多鄉親在懷疑說 欸 是不是他們在民國政府 國民政府來的時候 他們去登記 他們馬上就把 這個 把另外這個 把 舊的那個 那個地級登記 的資料把它 蓋 蓋上說是 是移轉給 高雄市政府 但是這個是歷史公案 完全不知道 那另外 如果說 是 買賣的 那 起碼有 像前面 這些 這些鄉親 他們派代表 跟真心地主買的時候 也當時都有買賣契約啊 那如果買賣 是不是可以把 買賣的契約拿出來 那我問過 地震局 地震事務所 他說 這個是私人的契約 大概15年就銷毀了 那到底是不是買賣 它上面寫的是買賣 那 現在已經更成 律史公案了 那 到底是不是徵收 因為 這裡 他們搬去的地方 原來 是在 左營國小那個地方 然後後來 民國 昭和15年 1月6號 他們登記移轉 然後搬到那個 左營國小那個地方 結果照同 同一年的4月 左營國小 建校 所以 有很多祈禱說 當時 他們 日本政府叫他們 搬到旁邊那塊 他們現在住的那個地方 那是不是 有所謂的徵收 但是 我問過地震局說 它上面寫 買賣 移轉原因不可能是徵收 那 就是徵收 也應該有徵收的公告吧 找到這種歷史資料嘛 不然的話 也要徵收的一些紀錄啊 你徵收誰領的錢 誰沒得領的錢嘛 這些東西都沒有 也是一個歷史公案 然後呢 他們 到底 因為這些人我想 也不知道 當時他們的祖先 有沒有實際上去登記 或者是登記 就像剛剛講的 大家懷疑就登記 然後呢 國民政府 就把他說 這個是 早就買賣給 在日本時代買賣給高雍市政府 然後呢 或者是說 他們根本不曉得去登記 所以現在 這完全變成一個歷史公案 那 現在 他們變成是 無權占用的 這個私有土地 然後呢 侵占市府土地 而且要補甲五年的租金 然後呢 但是 透過法院的訴訟 他們敗訴 為什麼敗訴 就是剛剛 這個地級的登記 登記 曾經有這樣子的買賣 然後登記在 在這個高雄市政府 轉移給市政府 所以 對他們來講 他們其實是 很無難 我有好幾位 那個 很多時代 真的在那裡 住70年 民國 29年 昭和15年 從那時候住到現在 住70年 就一夜之間 他們土地不是他們的 然後呢 現在 法院敗訴之後 財政局 法院一定會強制執行啊 那你如果說 不繳租金 不繳租金的話 要財務房地啊 財務還地啊 所以我最近也在處理 跟財政局討論這個事情 我們是不是 我們也是 希望 希望這些鄉親 能夠想辦法 我們先把這個 租金的事情 先處理好 讓財政局好做事 但是後面 怎麼樣 還他們的一個公道 我們希望後面 來處理 下面喔 我這裡 有一個 有一段錄影帶 讓市長 聽一聽 這些老先生 他們的聲音 喔 這靠文是這個 這個 這個 特朗一百喔 這一個是修正的 這鋼靠 鋼靠齁 鋼靠齁 鋼靠的地名齁 是這個 公山軍 做的 做的 鋼靠 一百塊十五萬塊 在那兒騎 大家都在那兒 在討論 討論 後來有一些 做雞雲 那是一個 小鋼 可以 這次出去 啊 因為 日本啊 大家看那個地方 要做這個鋼 他說 把我們 換錢照 他要用 所以 他就說 來 看這個 這筆鋼 我們 把這個 做 拿 這個 斬門 一斬門 一斬門 進去 這筆鋼 我們哪會 這樣鋼靠來 我們鋼靠過來 他會說 黑白鋼靠 鋼靠來 鋼靠來 沒有 比較有鋼靠來 我們做小鋼靠來 我們做小鋼靠來 不知道 一十歲八九歲來 我們的家是比較頭正的 做小鋼靠來 做小鋼靠來 是很正的 我們以前 這個鋼靠 大家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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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正的 也是很正的 這是以前 我們公的 我們公爲 我們公爲 我們公爲兩樓 才學校 跟 收一樓 我們公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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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爲 那副 最少 我就可以 做小鋼靠 我們公爲 是 送小鋼靠來 我公爲 我們公爲 在 我們公爲 租個 幻 我們公爲 那 公爲 學校都還沒去後還沒去 所以大家都沒有說 小孩子是大人的 我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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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到這裡 就我會照顧 讓我出於說 貪人要照顧的時候 我所有的父母 貪人關稅 什麼稅 什麼稅也都有 好 好 謝謝齁 其實大家都有聽到 那位都八十幾個 學生 他們自小孩就是住在家 他們公子 他們爸去買的土地 結果現在說是持有土地 跟市長報告 其實我這一次 用政府官的 曾經當過政府官去參選 這個議員 走入基層 其實這件事 對我覺得感觸很深 其實過去 這裡的居民 都是挺市長的 都是挺綠的 然後呢 我們 做政治人物 我們也非常努力 希望能夠幫忙他們 可是他們的問題 我們沒辦法替他解決 可是 他們還是無怨無悔的一直 還是投給我們 所以我一直覺得 很感觸就是說 做為一個政治人物 我覺得 我覺得民進黨 有時候對不起 有一些弱勢者 雖然我們執政 但是還有很多事情 沒有做得很好 那我們也希望是說 其實 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我這裡 下一頁 給市長報告一下 國民黨對他的支持者 做眷村改建的時候 在眷村裡面的違建戶 他眷村改建之後 他還可以分到 分到房子 可是我們自己的 這些在地的 甚至比國民政府 還早在這裡 住在這裡的 所謂的 這個原住民 我們真正的住在那裡的住民 只有在那邊住了七八十年 就一夜之間 他的土地不見了 不是不見了 還在那裡不是他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們希望是說 市長能夠主持爭議 其實我們也希望 能夠改善這裡的環境 但是 要改善這裡的環境 第一個前提 這個公平爭議要先恢復 也就是說 這個的土地 所有錢 我們必須要先處理 不然的話 你這裡要做都市更新 要做什麼東西 他們沒有土地所有錢 他們就是被趕走 所以這裡跟市長報告一下 其實 我跟這個財政局旅局長 有討論過 那財政局旅局長 是希望說 我們去找一下 過去的這歷史文獻 在國營國小 建校過程當中 是有一些歷史文獻 可是 左營國小 我要跟蔡局長講 左營國小 其實聽到說 這塊土地 他就說 這是佔用我們國小的土地 就是帶著防衛的心態 然後甚至 給我們的資料 就是網路上 可以看得到的 學校的歷史嚴格 然後不容易找到這個資料 即使是 這個 找到這個資料 也不見得能夠找到這些歷史公案的真正的 真正的原因 所以 其實 跟市長還有財政局長建議 其實這個案子 是一個歷史的一個問題 不管怎麼樣 這些人 就在那個縣地已經住了七八十年了 然後到現在 然後呢 怎麼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希望是說 是不是可以比照 也不是比照 就是說 國有財產法裡面有一條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比照那邊 然後我們來修我們的室友財產法 或者是我們另外再定一個自治條例 然後呢 把這個條件限縮到很小 不要影響到其他地方 然後呢 針對這個地方 能夠專案來處理 這裡就有點像前陣的草芽一樣 能夠處理 讓這些人 能夠得到他們的公平正義 然後呢 我們再來努力 來看看這裡的環境是怎麼樣改 然後是不是可以請市長回答 請市長答覆 謝謝張議員 歷史演變的過程 有若干的不公益 那或者說 在這個法電的過程 有人點點 在這個過程 可能有所謂的基本的這個公平 都沒有立場 我想台灣在轉型的正義上 一直沒有處理 轉型的正義 不管對政治犯 對土地所有權責 所以說今天 市政府是不是可以來處理 你做貴政務官 你要知道 在現有的這個法令規定裡面 市政府是沒有裁條 但是我同意 說財政局要怎麼幫忙 協助他們來處理 基本上你一定要讓他們 有一個線索根據 這樣才有可能 繼續處理到 還是沒有 我相信我們的基層的公務人員 也沒有人敢簽 但是我說過 因為我想我們一路走來四十年 那很多的情況 我們都看過 那就是我同意 在基本的公平 建議這個環境 成績之下 財政局要他協助 財政局協助 那我也感謝張議員 在這個部分 能夠有這個同理心 站在這過期 因為這個歷史發展的過程 有些甚至我們都還沒有出生 所以在這過程 可以 事實的真相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我說過 我同意我們市政府財政局 有任何一絲的線索 我們也不放棄 我們會積極請財政局協助 要怎麼來找到他們 基本的政議公平 我也這樣期待 不然你現在說 還沒頭 沒尾 這樣 這種歷史無頭的公案 別說 我現在不敢 要怎麼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 自己承諾 但是 這個過程 在台灣 這個煙瓶的歷史 的過程 有這塊的案 我想很多 很多 可不可以說 日本 日據時代 包括 國民黨政府 跟台灣 這個過程 有些人就 搶了很多土地 搶了很多土地 有些人 可能什麼 一室之間 什麼都沒有 都有這種情形 總而言之 我期待 真正轉型的正義 我也覺得 張議員 對他們的關心 我們 很感心 我也 很同意 我也 期待 我的財政局 正義最大 可能 把歷史所有的文件 拿出來 只要有一絲的可能 我們都不放棄 我們盡量來幫忙 這樣好不好 謝謝市長 我想 其實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住了 那麼久了 那很多 很多的歷史 我們能找 我們會盡量找 但是有很多東西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 那是不是可以比照 像 國有財 那個 李局長曾經當過 那個國有財產局 當然國有財產法的 適用的對象是不一樣的 只是說 比照那樣的精神 然後呢 來修改我們市有財產法 或者是我們來訂 自治條例 我們議會 甚至我跟這個 政新助議員 我們都有講過 我們可以來努力 來訂一個自治條例 然後是讓他用 第一次的公告地價 能夠賣給他們 或是怎麼樣 其實這有很多種方法 是不是請李局長 能夠努力一下 請局長答覆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我也很感謝張議員 這個讓我 在你安排下 讓我直接到這個 聚落 來了解 我們是12月20號去的 去的吧 那回來以後 第一個做的決定 就是把 過去跟市政府的訴訟 或者正在訴訟中的 所有這個動作的停止 這個已經 我政治新聞以前是這樣做 那 剛才張議員提到 要適用國有財產的困難 大家也都知道 當天也跟我們這個鄉親都講清楚 他們也能接受我的解釋 我時間不多 是不是可以我們努力來 那我們來努力看看 修法或者是來用自治條例 來努力再多搜索一點文獻 或者從第幾記載資料 能找到最原始的地方 那我們再做處理 好 謝謝 謝謝市長跟財務局長 如果說這個是 能夠還給他們公平正義 我相信是一個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功德 我們所有的鄉親也都非常感謝 好 再來我想跟市長 談一下這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怎麼樣打造 我們高雄市 變成一個真正是 一個韌性的城市 因為其實這個議題 因為這一次議會我們 有成立一個氣候變遷小組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 氣候變遷 對於我們整個的高雄市 會有什麼影響都非常關心 其實氣候變遷最近 因為那個大家都有看到 像泰國淹水 極端的造成的極端的氣候 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然後我們過去都看到了 問題都是在其他的國家 但是我們自己高雄 在前年 應該是前年 八八風災 去年的九一九 反大比颱風 都已經發生在我們身邊 所以怎麼樣 能夠做氣候變遷的調適 其實讓高雄更安全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下面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下面有一些建議給市長 下一頁 我們在2006年的時候 這個我們剛剛是加入了ICLE 當時我是當環保局長 那我們也認為說 其實台灣在國家的層級 要在國際的舞台非常困難 是希望透過城市 可以有很大的空間 第二個理由也是希望是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 可以能夠跟國際分享很多的資源 還有交換你很多的經驗 那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 我也是不知道 未來市長 會不會像陳市長 那麼關心環保問題 如果把它放到國際上 國際上會檢驗 將來所有市長 都不能走回頭路 這也是我自己的一個想法 那那時候 高雄市是第一個 加入ICLE 那後來 現在我們台灣 已經有七個縣市加入了 那他們也覺得說 高雄市非常積極 台灣也非常積極 所以希望在台灣 設立一個這個台灣辦事處 那可是 設立台灣辦事處 有很多人爭取 然後呢 包括新北市 台北市 所以變成很多的政治的角力在裡面 但是現在的會長 David Catman 他是以前的Vancouver的市長 也是 他現在已經卸任是一個市議員 他長期過我們高雄市的關係非常好 也非常非常認同我們 所以他特別設計了一個 欸 你沒有台灣辦事處在這裡 我給你一個能力發展中心 比台灣辦事處更好 放在這裡 將來 這個地方是全世界 只有兩個 是亞洲第一個的一個訓練中心 將來所有亞洲所有的訓練 或者是研討會 所有各個城市 想要得到一些經驗訓練都在這裡 所以將來高雄在環境氣候變遷的議題上 在這個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國際舞台 所以這裡也要恭喜陳市長 那我們議會 那天議長也有特別答應了 這個議會的這個 對於這個 這個能力發展中心的經費 議會會全力支持 那還有一個 我覺得我們高雄市也非常的 這個非常好 就是說很進步 提出一個調試費 氣候變遷調試費 這個大概是全世界第一個 那但是因為 議會的同仁都認為說 這個基金大家 變在基金 大家會覺得有益利 所以現在也從善如流 要變在公務預算 那議長也同意了 說明年二三月的時候 如果是臨時會 他也會同意 甚至我們也鼓勵議長 這個參加明年在巴西的這個 這個EICLE的這個全世界的大會 然後甚至我們鼓勵他用台語這樣 在那邊做演講說我們這裡 怎麼樣訂定這樣的 然後怎麼樣讓高雄市變成一個 這個任性城市 我們希望能夠讓大家知道 這樣子的努力 其實不只是市政府 我們議會 大家共同努力 但是我這裡要跟市長講 其實這個將來這個經費通過 可能是30億 但是30億真的是要用在刀口上 所以我這裡要跟市長建議 我剛剛時間不多 那跟市長建議其實有一些國際的經驗 然後如果我沒有完全講完 就是講個大概 然後用書面提給市長做參考 大家都知道 下一頁像 這個是 紐約市長彭博 紐約市長彭博 以前紐約市的市長 只能做兩任 他因為做得太好 議會去修改 修改法令 他就做第三任了 然後呢 他其實在2006年 宣布了他的永續城市計畫 然後呢 他宣稱在2030年的時候 希望成為一個最立最偉大的城市 希望把溫室氣體減少30% 這不是空水沒什麼的呢 2030年可能要20幾年 他不 現在我們隨便嘴巴講就可以了 他今年的9月 已經把排碳量 比2005年少了12% 所以是真的在做的 那我也來介紹一下 紐約市其實對於這個城市 他的城市 也是面對氣候變遷 也是會很緊張的 如果海平面上升 他那邊有個紐約港 他那邊有很多橋 往紐約西 那個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那如果說遇到 這個降雨量很高的話 那其實 那個紐約市 會整個攤販 那個金融城市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 氣候變遷的調適 也非常的重視 下一月 那個紐約市 因為他蓬勃 本身是 是一個 這個企業界出身 所以他們 沒有像我們說 我們去徵收調適費 他就是直接找了 洛克菲勒基金會 跟他這個 要一些贊助 然後呢 他成立了一個 氣候變遷的諮詢委員會 這樣一個專家的團體 從2008年8月開始運作 那 這個專家委員會 他是協助紐約的一個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 來做一些調適計畫 這個工作小組裡面 包括很多 說你只要氣候變遷 會影響的所有地方都 都都都參與 包括地鐵 包括 這個 那個 港口 包括防洪的 包括致癌水的 包括所有的東西 這個層級有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甚至工部門 師部門 還有專家 全部都在這裡面 透過這個專家的研究 然後能夠提供一些經驗 這個專家研究 這個有點像聯合國的這個 那個跨政府的那個 那個 氣候變遷跨政府的一個 一個 這個諮詢委員會 透過這樣子 下一頁 然後他也 把整個紐約市 遇到 將來遇到氣候變遷 有什麼預測 全部都把它講出來 然後呢 哪一些重要的設施 是 紐約市裡面所有的重要設施 他會遇到什麼樣影響 遇到什麼樣衝擊 將來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全部都把它寫在第一個報告 這氣候風險的資訊 在第二個報告裡面 他也針對這些重要的設施 你應該是怎麼樣去調整 怎麼樣去做這個 這個調適的方法 那第三個 氣候變遷 會影響到什麼 會影響到很多的 工程的設計的標準 還有各種的法令 都會影響 那怎麼樣去修改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這樣的一個組織 下一頁 他 他很多人講說氣候變遷 調適要很花錢 喔 要破給我做路 那一個災害來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他是把原來的機制 透過對氣候變遷的研究 把它放到裡面 原來的機制裡面 讓所有的 每一個機制 都有一個 氣候變遷的風險的概念 然後去做調整 所以這樣的話 其實他包括說 把原來的風 災害的一個管理的策略 包括緊急應變中心裡面 要該怎麼做 把氣候變遷的因素 也拉進去 甚至把設計標準 法制架構全部都改變 甚至把 還有一些我們想不到的 甚至把保險業 也拉進來做風險的分攤 甚至有一些彈性的調適機制 所以我講那麼多 其實 其實紐約市 現在如果說 有一個極端氣候來講 來到紐約市 其實他 心裡很篤定 他是準備好了 當然 可能會有一個 不預期的 但是起碼他災害 可以降到最低 那他有一些特色 就是高層主動的領導 甚至他在市場辦公室裡面 去推動整個 這樣的工作 甚至他來自各級的政府 各公司部門 專家來共同參與 然後把所有的 每一個 全市裡面的重要設施 都把氣候變遷的風險 都納進去 然後有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 諮詢委會 會有一個專家團體 來做研究 然後來協助 然後呢 甚至他用一個 因為氣候變遷 我們現在也很多不確定性 將來還會變成什麼不一樣 所以要有一個機制說 我們做到這樣子 然後將來如果有所改變 我們的研究又發現更多 我們要隨時調整 那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其實對這個城市 它真的是 是一個任性的城市 是一個安全的城市 所以我想問市長 是不是我們高雄市 如果這個調試 調試費能夠通過之後 我們高雄市 是不是也可以把 南部的學界 把它整合起來 成立一個 所謂氣候變遷的一個 諮詢委員會 來面對我們高雄市 然後看看高雄市 將來會遇到什麼樣的風險 將來要怎麼做調整 做一個全面性的研究 然後把它納進 我們整個市政府所有的運作 來請市長回答 請市長答覆 謝謝張議員 高雄市的調試基金 現在在議會 我們也感謝不分黨派的議員 對整個成立調試基金 朝著進步 同時支持這樣的一個方向 在做若干的努力 那我們也尊重議會的決定 把所有未來調試基金 納入我們整個議帥 接受議會的監督 那我們將來 要不要成立一個諮詢 納入專家 我知道我們現在水利局 或者是我們 氣候的變遷 災害的來臨 我們現在 對這種可能的應變 那在我們的現在 市政府災害防治應變中心 每一次颱風的來襲 大雨的可能 就發生多少雨量等等 那我們現在高雄市也有這樣 我們就邀請 這個是我們相關的局處 委託專家學者 他們也會在臨場 做一個專業的分析報告 那如果未來高雄市的調試基金 如果議會通過 那我們會認為 納入南台灣 所有在這個環境保護氣候 調試的相關的學者 專家 能夠作為我們市政府 未來的執行委員 這個方向我支持 謝謝 我想其實一些 當然我現在這種很多片段的 或是某一個部分 其實是不夠的 應該要對整個高雄市 做全面的了解 然後做全面的診斷 好謝謝 我的質詢到這裡 謝謝 好謝謝張風騰的執行 議員的執行 那個陳明哲議員 三十分鐘過敏 市長 各位還有我們的副市長 各局局長 感謝我們的主席 因為我這裡有一個 有緊急性的 就是說人民的請 陳請案 因為這件事 是我們的 當時警察局 來做處理 因為這是發生於這個 任務地區 差不多去 今年三月左右 我相信說 這件事 我這樣 屬於 就是 他們 找幾個朋友 去KTV消費 當然 我請教局長 你有了解 我們高雄市的 五六點 到底坐下 你站起來先說一下 請局長 請局長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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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外人們都來這裡結婚之後 都利用離婚 拿到我們的新聞證 外 開到一些 比較類似 不要說 怎麼說 不要說低資 怎麼說粗秀 對不對 這個粗秀的KTV 低資料 很多台灣人去消費 好奇 這種地方 有時候做工 滅艦 結果都離婚,都結董行軍 來做一些事項 聯合大家這樣做 三、五的就做會開一間KTV 結果,都用審言條來喊我們台灣人 你看,這到什麼? 有時候,這種東西 滴輸了很多台灣人 因此家庭破壞 被判刑 最近,本市街道的人認證 結果一個 大家去那間消費也十幾次 結果,讓人這樣 栽贈啦 阿虛,領六萬塊 結果,又減給他們欺負 聯合起來,要栽贈 栽贈性侵案 結果,一審的時候被判刑十年 被判刑六萬塊 結果又這樣 那我從中了解,我們警察局 警察局裡面,我們的基層 這方面有所介入 我不要說得很白 但是,在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我們警察局長 你想查一下 哪一個書面的整體的報告 這對著我們整體的全力 不是啦 跟基層的朋友的安全性都沒有 因為我們議事聽 一些敏感的話題,我沒有要講 但是最主要 我說 對著我們的基層 一些台灣人 我們也站在一個同理心要保護 讓我們破了一個十年 家庭分裂 這樣,你以後就叫他出來唱 出來就成了社會問題 他台灣,我們就沒辦法保障他 不要說我們現在劉珊珊在美國 在用苦流 在調查 他台灣本身就沒辦法保護我們台灣人民 我們是要選什麼國家 聽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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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工作 請你正視這個問題 我是以中心長 我希望我們警察局長 電到位置你知道 後面我們 洪議員要補充 教長 人生喔,不幾十年 對求學這階段到台北 可能要浩費二十五年 退休六十歲就退休了 所以這中間三十幾年 你破了一個十年 家庭不破壞這麼奇怪 家庭不破壞 這案子啊 我是覺得 私底下我跟我們警察 同仁也講過很多話 這太草率了 裡面牽涉很多事情 有沒有收保護費 有沒有吃甘股 現在這個店 繼續還在營業 為什麼還在營業 發生這麼重大的事情 還在營業 讓人 我了解蘇哥啦 蘇哥這個問題 我覺得 怎麼說怎麼說 警察 喔,不好意思 講比較重的齁 我 不好意思 這個事情 你要去鐵鐵了解 把你的過程 真的瑕疵那麼多 他們的專業 這個地域 真的 讓人 不能相信他啦 存疑啦 存疑 啊 我說這個事情 實在 老百姓找我的 叫我去 去服務啦 啊 剛才和民主做的戲 啊 所以剛才那些民主人的穿著啦 遠親的穿著啦 啊 這個事情 一直說一直說 他說他要處理 他要處理 他也只要辦了 有一點瑕疵啦 有一點 草率啦 說這久以前我還在賣警察啦 啊 像這種惡心的警察 都小孩子沒腳踏 小孩子沒腳踏啊 小孩子沒腳踏啊 啊 但是 這也可能我偏偏了解 也不一定是這樣事實啦 也不一定是真的我想著這樣啦 但是 他要跟我解釋 李伊朗啦 特有很多人 來跟我講啦 齁 包括我們當然出來 出來提議公正啦 我實在 要叫我 講 講話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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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像大佣實際 都講出來齁 我實在要叫我講好話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好話啦 啊 不知道怎麼可以講 對不可以講啦 齁 做得不講講親 講親都講不出來 啊 私底下去處理比較好啦 因為這個影響警察齁 這個生意非常的嚴重啦 我 在這裡跟局長跟分局長啦齁 那個 分局長是張博文嘛 陳博文是張博文 張博文嘛齁 這個大隊長齁 我 私底下跟他建國起司免啦 也檢討這個裡面的案情啦 是不是他承辦人員啦 有沒有跟他們特別的關係好啦 啊 阿 彈母這裡有很多人 啊 這個有很多人 書籍免啦 政府 不是就發現這個簡規 藥門口齁 也要跟我們提前提 也是要種產 這次 開 ninguém 開元舼 對對 提倡 提高的人 那個人 其社會人 提لى state humanity 從人們緣組音 他對這個團隊 蠻督 這裡很實質 因為是不是這樣 全國會拗這件事 這件事拗在這裡 我說這個家修 他面對這件事要怎麼處理 10年 這位打掛 電話打掛10年 還可以上手 不是10年 打掛了 大家可以上手 上手可能這個案已經很難解了 很難解了 因為可能會減輕 又沒多少 這種的 屬於警察不對 我們要做一個檢討 幸運 這個司法機關 讓他了解 看有沒有這個案子 能重新再翻案 給他一個無法檢討 心情無罪 那心情有罪 也不涉及到 10年 10年這個地方 任何一個人 他的朋友親家 還是本人 如果破10年 一生都毀 一生都毀 一生都毀了 毀了 毀了 所以我在這裡 拜託 局長 你要全力了解這個案子 可以幫助加速 可以讓他平反 可以讓他 可以讓他提供一些 對他比較有利的證據 讓他能被檢討 或者判無罪 這是我 今天這段的目的 我 不等心去苛操我們警察 警察 人員 警察真的很辛苦 你說 沒有說 這個警察 沒有說 我也對不起 他們家屬 對不起社會 不然這段 這段 是安裝 搞這個規 這是有其中一個原因 整個 講都講不聽 所有 阿天倫 小狗在被 車 他沒有要出銷 我們要說 他真的不敢信 所以我還要起來講這些話 要重視一點 重視這個問題 謝謝 好 那我們請局長 請局長 您了解一下 這個裡面 如果有 一些概念 你們應該 再嚴謹一點 那我第二件事情 是針對 我們 高雄縣市合併以來 有一些 企業 比如說 所有 有關市合併起來的一些事情 我是極一個力 希望說 這樣 已經 將近要看一年 希望 在這方面 能夠 有所 一些 了解 比如說我們高雄 高豪球場 高豪球場 我問財政局 局長 這部分 是你們 受組的 縣市合併之後 你們受組的 你怎麼知道 這裡面總共有幾個 高豪球場 財政局長 全民答覆 好 謝謝主持 謝謝陳議員 這個確實的面積 我不知道 但是 有 一部分是 持有的一部分 是 那個 自來自唱的 我說 我們這邊 這裡 有的資料是 乘租面積 66.41092公頃 66公頃 你怎麼知道做多少 這張金 我現在手臂沒有資料 你沒有資料 大概差不多一年兩千萬 兩千萬 因為他是 災傳婚姻 所以說打六個 所以打起來 兩千萬 重點 我要說一點 如果 如果 我們不承諸給他們 之後 這個球場 我們能不能收回來 當然可以收回來 當然可以嘛 來 我現在說一個 給你了解 那麼 球場如果 賣肺炎症 人家說 不用吧 這樣 以後如果我們 球場收回來 本身 買 球場的肺炎症的 全力 我們要如何去 給他維護 這部份 這部份應該是 那個 球場跟這 這個肺炎 中間 這個 固域 處理的問題 所以說 你告訴他們 裡面 肺炎的固域 因為 普通 我們八成 你買的 比如說 我們高額求證 他都是 是一個 當我 除了這間公司 倒 普通都是一個 當我 我們的面目 那麼呢 他當我們的面目 他的誤導 他是做的東西 結果 如果 你賣肺炎症 萬一 我們要給他收回來的時候 他只要買肺炎症 這樣會來 支付控制嗎 控制嗎 這樣會遇到 這個問題 所以說 像這樣 類似的一些 權利的問題 我也 請你了解一下 他們 比如說 財團法人 他有財團法人 的處理方案 但是 像類似 我們縣市合併 已經 合併了 有 壞了一年 類似 有一些像 這個客戶的 你們知道 攤開來 這是縣市合併 第一次我提出來的 不然沒有人知道 高爾湖球場 高雄高湖球場 是屬於高雄市政府的 沒有人知道 我們有 道路用地 我們有公營用地 我們 如果要 使用的話 我們可以收回來 這點 很多都不知道 但是我 在這裡提出 讓你知道 希望說 你能夠 把這個問題 能夠去了解 那一些書面報告 要向他們的契約 如何來保障 每一個會員的權利 他不能影響到我們市民的 管理 但是他不能擴大 他的範圍 擴大 他的 他的權利 這點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這裡 提供給你做參考 以上 都 集中的這兩點 來做一個 臨時想補充 謝謝市長 謝謝副市長 謝謝副市長 謝謝主席 陳議員 諮詢完畢 各位局處長 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 站會